一架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 一位上了年级的乘客突发疾病 两个乘母员问有没有人是医生 一个年轻人站出来自称是医生 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我们的男主了 男主随便看了一下说病人心律不齐 只要到达目的地之后带他去医院就可以了 病人的太太赶紧对男主鞠躬感谢 在众人的掌声中男主回到座位 实际上啊男主并不是医生 而是看了一部医疗剧之后立志成为医生的学生 苦学三年之后啊 他考上了一所私立一大 但是医学是个很烧钱的专业 男主不仅要半工半读 还向身边人借了很多钱 读了六年后男主终于毕业了 却在医生资格证考试中不合格 这表明之前的九年努力全部白费 负债累累的男主心灰意冷 独自踏上了寻找死亡之所的旅途 为了巨额债款呢 他买了份意外保险 妄想飞机失事 就可以获得巨额赔偿款还债务 就在他冥想的时候 乘务员又来了 刚刚那位病人的太太 递给男主一张病例 原来呢 病人患的是缺血性心脏病 要进行胸腔排液 病人的太太担心的站起来 拜托他做手术 男主虽然有这方面的知识 但他还从来没有实战过 于是说自己一个人搞不定 必须要有麻醉师和护士才行 没想到乘客里真的有护士和麻醉师 但是这两人呢 实际上也不是真的麻醉师和护士 假护士其实是在夜店里 扮演护士的女官公 听到有人叫护士 他就条件反射的举手了 而假麻醉师呢 是一个出版过医疗漫画的编辑 他的名字和麻醉发音十分相似 在听到麻醉师的时候 下意识的以为是在叫自己的名字 两个冒牌货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冒牌货 只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男主身上 难题呀 又回到男主这边 动手术可不是开玩笑的 男主心里可没有敌 于是说没有医疗器械也是没法做手术的 并建议赶紧返航回日本 这种紧急情况呢 乘务员也同意 禀告机长返航 但一个拿着小刀的大叔站了出来 大叔威胁乘务员必须飞到夏威夷去 乘客一看到这个情景 吓得大喊 有人劫机 实际上啊 大叔的凶器并不是小刀 而是飞进模型的一片羽翼 大叔呢 也只是个工作了几十年的社畜而已 人生第一次出国旅游 却因为返航即将跑堂 他在冲动下才做出这个反应 实际上啊 被大叔挟持的乘务员也是假的 这两名乘务员才是真正的劫匪 看到有人比他们先一步劫机 其实他们有松一口气 面对这种情况 另一名女劫匪 只好报告机长有人劫机 但没想到机长也是假的 假机长才是一名真正的乘务员 飞行前 他给机长送了自制的香茶献殷勤 没想到机长和副机长喝下后 竟然食物中毒倒地不起 乘务员呢 对开飞机一知半解 根本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成功降落飞机 就在这种紧急时刻 一个真一声冒出来 但他因为出国医疗事故 再也不敢做手术 他告诉男主在餐饮室 有备用的医疗器械 现在啊 医疗器械和人员都齐全了 在病人太太的祈求下 男主七户南下 不得不硬着头皮动手术 而这架飞机上 还有一个人的身份是假的 那就是病人的太太 实际上啊 她只是一个大龄未婚女 因为和病人十分谈得来 被误认为是病人的老婆 而她的梦想呢 就是被人叫做太太 所以啊 才没有澄清这个误会 就在男主动手术的时候 飞机进入了乌云层 云层呢 严重影响了飞行 飞机晃来晃去的十分影响手术 男主左右为难 害怕手术失败 酿成大祸 就在这时 她想到了那个真医生 于是呢 询问对方是不是医生 一个小男孩跳出来说 医生啊 其实是吉他手 众人一听 就起哄让他表演 真医生无奈表演起来 但是众人一看到他的表演 都议论纷纷 怀疑他是个冒牌货 这句话戳中了 其他几个冒牌货的废管子 男主更加犹豫不决 不敢下刀了 就在这时小男孩鼓起掌来 为假吉他手鼓掌的同时呢 也为其他几人加油鼓劲 男主啊 似乎被触动了 决定继续手术 而两个劫匪呢 也终于决定改过自新 假机长也下决心 拼尽全力将飞机开出云层 最终啊 假乘务员合力将 劫机大叔制服 继续履行着乘务员的职责 假机长将飞机开出了云层 而男主也在假护士和麻醉师的帮助下 成功的完成了手术 众人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回到了座位 准备降落 这时 患者发出了新声 原来呀 他不仅患有心脏病 还出现了肺部气胸症状 但是男主呢 通过排液手术 将他肺部的空气 也一同抽走了 这是只有神医才能做到的 最终飞机在假机长的操控下降落 而男主也如愿以偿 听到了病人对自己的感谢 这话说完病人的手也放在了假太太的手上 照这样发展下去啊 估计假太太也要变成真太太了 就在这时 机场出现了吃刀的歹徒 歹徒质问挡住他去路的男主是警察吗 男主当然不是 但是他却微笑着朝歹徒走了过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是开放式结局 不过男主估计又要开始扮演警察了 可谓是无心插流柳成英 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也让失忆的人们找回自信和生活的欲望 何乐而不为呢 这个故事来自世界奇妙物语 2013春季特别篇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